在了异究竟的世界里 请问是否可以理解 在根本制 有因果等于无因果 在差别制 是不是不灭因果吗 弟子的逻辑 它有几个逻辑 根本制里都是空性 有因果等于无因果 因果没有作用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轮回 轮回春夏秋冬 就是轮回 有人问连望上师 你相信轮回吗 连望怎么回答 连望回答是这样子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回答 什么是轮回 我不相信轮回 那春夏秋冬 就是轮回 你不相信因果 有人说我不相信因果 众斗得斗 众瓜得瓜 就是因果 因果是在的 轮回也是存在的 根本制的空 根有是存在的 所以当初的时候 有人问我 说如实尊啊 我知道空 那空到最究竟是什么呢 我回答 有 他摸一摸鼻子 想不通 有跟空是不分的 所以有一句话 延起信空 延起就是有 它的真信是空的 所以你不要讲有 有也是空 但是空呢 空也是有啊 要这样子 因为我讲过了 我昨天晚上讲了 空是根本 有是分别 你只有实 而没有权 空显现不出来啊 要显现空 必须要有方便 才能够把空显现出来 那么方便就是有啊 所以因果 不应该讲没有因果 没有轮回 而是有因果 有轮回 我的这个回答是这样子 他是这样子讲 弟子的逻辑是 根本是都是空性 有因果等于没有因果 因果没有作用 因果才有作用呢 怎么会没有作用 类似师尊 第191本文集 诸天的阶梯中的文章 空无边的静止状态 那个就是完空 空无边就是完空 师尊提到 空无边天 在无边的空中 连自己也空了 前进跟停止都是一样的 可以说是动 可以说是停 时间观音 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在空无边天 时间跟观音也空了 等于没有时间跟观音 这个时间跟观音 在这个境界之中 产生不了作用 当然空无边处的空 跟根本是的空 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子也是 有此类比 我告诉你 这个研究是很深的 你到了五想天 你就停在那里了 那是五不凡 你不会再回来 你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个就是完空 差别字里面 因果了了一心 所以不灭因果 请问师尊 前面有的理解 有正确吗 请师尊更正 我已经更正过了 三 在师尊第107本文集 《莉莉珍珠》里面的文章 新摩 师尊提到 在证悟的境界之中 说起来是非常吓人 是惊世骇俗的 是一些令人 其其分死过局的 那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讲的 请问开悟有什么地方吓人 你进入到空无边处 还不吓人吗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把你自己也吓死了 你已经死了吗 而且也活不起来了 这种境界常人很难想象 但是感觉开悟的境界 特别吓人 弟子担心自己理解不对 想想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个弟子没有深刻理解 第二个是吓人 可能只是吓一部分人 第三个是吓人的部分 没有公开 请问师尊 会是哪一种原因呢 其实我已经回答你了 不要进入完空 你进入完空 什么都没了 那长极光谷有什么方面呢 我告诉你 长极光谷是法身境界 长极光虽然长极 但是它还有光 长极 就是你急急不动 住在根本质里面 住在根本质里面 但是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可以发挥你的分别值 那个光会显现出来 所以长极 虽然是长极 但是它还有光明显现 所以还是可以度众生的 还是可以度众生 还是有的境界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